行政院三二三强制驱离行动造成警民受伤 过程中昏迷抽搐的医师王兴凯 近日收到新北市卫生局的公文 要求他说明是否罹患癫痫 否则可能吊销执造 让立伟很不满 批评这是学运后的求后算账 三二三政院驱离当天 纪录片导演清楚拍下王医师倒地全身抽搐的画面 影片成为警方驱离手段不当的铁证 但新北市卫生局事后以民众投诉为由 要王医师说明是否有癫痫 否则吊销医师执照 医师王兴凯说自己没有癫痫病史 担心政府秋后算账 收到新北市卫生局的公文 让他倍感压力 如果对我的健康状况跟我的职业能力有疑问的话 我想目前只要不要在我看着的时候攻击我 我应该就可以了 应该就不用太担心 我并不会有自发性的癫痫状况 立伟陈其迈批评新北市卫生局 分布清癫痫与脑震荡后金鸾 怀疑政府借口民众投诉秋后算账 新北市卫生局则澄清 因为民众向卫服务检举 担心王医师身心状况有疑虑 影响病患权益 一切依程序调查 并没有掉下王医师的执照 新唐人影的电视 陈正祥 柳姿营 台湾台北报导